朋友,今天介绍什么呢? Jendy呢,她一个人呢 今天她说,她的脚这个部分很痛 很痛喔 那我后来想到了,因为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那个脚趴会影响通雪 越动,也是接着那个脚趴会影响通雪 所以我可能比较聪明了 那我就想到,原来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那我后来想到,这个用什么方法令到她不痛呢? 主要呢,令她续越趁烦了 本来我想打一部电流机的 只不过今天很潮河 我想给自己做多一个实验 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呢 就可以多一个方法治疗我们的病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她首先这个很痛 突然间很痛 那个脚趴方面 所以我不管她什么原因没办法 那有时候,你不要说靠医生 医生也是隆隆隆隆 只不过我最终自己 一种性格 那 那 很多人说 哎呀,你脚趴这个部分 要多一点 多一点 距离它 上面有很多月位的 那我避陈呢 我就摆起来 OK 如果自己摆一下 哎,你先摆一下 我先摆一下 那你摆那种石头 我不怕跟你说 摆那种 摆那种 一些那种石头 我摆一下 我摆到我不敢摆了 不是摆过后 这个可能我摆很久 我只摆错了 我没有用了 那我经常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准备 一个派 这个派呢 是给它 治疗它 呃 治疗它 治疗它 我们来排身体的 排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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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脚呢 在这里 它很通啊 所以我准备它 它这个病毒 左腕 很通 我帮它排尾 之后 它照顾你 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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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就帮它 排 排 大概15分钟 停了之后半个小时 最多一次两次 不停太久了 大概停15分钟 或者15分钟 然后停半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就累了一次两次 你不可以一几个等半小时 中 打的脚就中起来 不可以 我觉得 因为我退缩来 15分钟 停一下 一个小时 就来到一几 你一几在我 不停拍 有时候 也15分钟 停 一个小时 但是一天 可以拍 三期 四期就够了 你不可以拍这么多 一拍越多 可能弄脚反撞了 说起来的 不是我的方法不好 因为你要听好好 每样东西 要配合试章 还有方法的 然后呢 然后呢 配合他的方法的 为什么我自己说呢 因为你拍的试章 太厉害 会伤害他的 腋 的症 通常那种症 冬肠 反装的 所以你最后呢 就给一个 示范吉他 最适当呢 我讲了15分钟 已经很适合了 应该停一个小时 一天呢 最多是拍三次到四次就够了 或者明天最来个 因为我的病名 他聊了之后呢 他说 拍了之后呢 就 有点痛 好聊了 一会儿 一会儿 睡着了 到明天 又来个痛 那么最多拍了 一提就着 他又停了 通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方法相当很好 可能 因为我们的血管呢 没通 通不到这里呢 就变成他 供不到血 他就会通了 你看过人 不是吧 我的方法八分之一八 可能每一个定论 是不一样的 病情是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 他使用这个流程 所以你们要记得 我们拍的时候呢 大概十五分钟 大概十五分钟就够了 那么 如果这里呢 你可以转一下 这个比较 力度比较集中 或者是这样 这个要过好 所以你不妨 转一下 这种拍就比较集中 这种问题 有种集中的力量 然后拍一会儿 拍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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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觉得他很痛呢 那你感受他就会痛 用这个慢慢拍了 所以你可以不断 注意这种方法 这个 这个小小小的 因为这个拍呢 可以集中他就力度 越威 不停地拍 哇 这个你根本不相信啊 哈哈 拍一会儿 真的好了 这可能他的血管堵塞了 所以用这个方法呢 我真的给他找对了啦 OK 那不行你个人就适合了哈 你看你个人的哈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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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